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作家迪安说过一句话 修养这个东西就像血管一样 可以盘根错节地 生长在一个人的血肉之躯的 最深处不可分割 其实修养这个东西 无关学历 条件 向往 只看一个人能否凭良心与道德 来克制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修养也代表着一个人 最内在 最深处 最深邃的内容 没有长期的坚持与修炼 是培养不出来的 有修养的人 总能带给人如木春风的感觉 仿佛一块巨大的磁铁锡片 对周围人有极大的感染力 无修养的人 总会被身边人很有默契的孤立 耻之以鼻的同时 也让自己的人生之路 行走更加艰难 无论何时何地 有修养的人 都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因为有修养的人 懂得尊重人 懂得将心比心 懂得把握分寸 更懂得感恩报恩 真正有修养的人 都有这四个特质 看看你有吗 修养高的人 带人温和 带人温和 其中的温 是指有温度 能给人温情 给人温暖 而不是态度冷淡 冷若冰霜 和 是指有和气 心平气和 不烦躁 不满脸力气 也不盛其灵人 温和的人 心怀慈悲 善待世间万物 能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能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他们目光平静而深邃 充满了善意和爱意 温和的人 平易近人 待人接物 彬彬有礼 他们对富贵者 不合于奉承 对贫穷的人 也不傲慢轻视 温和的人 波澜不惊 从容镇定 遇事不会慌张 荣辱面前 不会大喜大悲 温和的人 为人大度 仿佛笑口常开的 弥勒佛 他们气量大 格局大 内心好似 宽阔无边的大海 能容纳天下 所有难容之事 无论对谁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不会忘记微笑 温和 是人生的魅力 更是人生的一种 巨大深沉的力量 一则太阳和风的预言故事 很能给人启迪 一天 风对太阳说 我马上就把我的力量 证明给你看 你看见那个穿风衣的老人没有 我可以马上把他的风衣脱下来 到时候 你就知道我们两个谁的力量大了 接着 风刮了起来 几乎形成了飓风 可是 风刮得越大 老人把风衣往身上裹得越紧 最后 风只好停了下来 这时 太阳从云朵后面露出了和善的笑脸 阳光温柔地撒在老人身上 没多久 老人就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 一边把身上的大衣脱了下来 于是 太阳对风说 愤怒和暴力永远都比不上温柔和善的力量 太阳比风更能让人脱去外衣 说明用慈爱和友善的方式与他人接近 更能够让他人改变原有的心意 这比用暴力攻击征服他人更有效 能够自我克制的人 我行我素 率性而为 看似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实际上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人世间没有绝对的自由 自然界也是如此 所有的自由都是有边界的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鱼的自由在水里 水就是鱼的边界 鱼如果不能自我克制 非要挣脱水的局限 那它就会丧失生命 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了 同样 大气层就是鸟儿的边界 鸟儿只有在大气层里 才能自由自在地飞翔 一个人只有自律才能自由 善于自我克制的人 都深知其中的道理 有人说 把脾气发出来是本能 把脾气收回去才是本事 这个本事其实就是克制 克制自己不发脾气 不对他人造成伤害 体现的是人生的一种良好修养 一个孩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一天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 让他每发一次脾气 都用铁锤在他家后院的栅栏上 钉一颗钉子 第一天 小男孩共在栅栏上 钉了十二颗钉子 过了几个星期 小男孩渐渐学会了 控制自己的愤怒 在栅栏上钉钉子的数目 开始逐渐减少了 他发现 控制自己的脾气 比往栅栏上钉钉子 要容易得多了 最后 小男孩变得不爱发脾气了 他把自己的转变告诉了父亲 他父亲又建议他说 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 就从栅栏上拔下一颗钉子 经过一段时间 小男孩终于把栅栏上 所有的钉子都拔掉了 父亲拉着他的手 来到栅栏边 对小男孩说 儿子 你做得很好 但是 你看一看 那些钉子 在栅栏上留下了 那么多小孔 栅栏 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当你向别人发脾气后 你的言语 就像这些钉孔一样 会在人们的心里 留下疤痕 其实 口头上 对人们造成的伤害 与伤害人们的肉体 没什么两样 有修养的人 都很低调 哲学家舒本华曾说 一个人对外在的物质要求越低 他对内在的要求就越高 真正有修养的人 都是精神上很富足的人 他们从来不愿花太多精力 去追求表面的奢华和精致 而是时时处处都显得朴素低调 他们不会骑装一服 乡车宝马 招摇过世 而是穿着朴素 身居简出 不会大声喧哗 哗众取宠 而是和颜月色 和风细雨 他们层次越高 越懂得保持内心的谦逊 与平和 因为他们深知 昙花美不胜收 不过眨眼之间 绿树朴素寻常 却能百年不倒 低调实在是生存的大智慧 富兰克林被称为美国之父 少年时期 他曾经去拜访过一位前辈 那时的他年轻气盛 目空一切 挺胸抬头迈着大步 可是一进门 他的头就狠狠地 撞在了门框上 等得他说不出话来 那位前辈看到 富兰克林这副样子 认真地对他说 很疼吧 可是 这却是你今天来访问我的 最大收获 一个人 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世上 就需时时刻刻 记住低头 从此 富兰克林把记得低头 作为毕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鸣 有修养的人 常怀感恩 滴水之恩 用权相报 可以说 受恩莫忘 知恩图报 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 是人生最大的拥有 每个人都要 常怀感恩之心 常行师慧之善 父母之恩不能忘 夫妻之恩不能忘 师长之恩不能忘 师恩报恩 是传递人间真爱 最朴素的方式 一个人 要对一切关爱过自己的人 心怀感恩 要努力像他们一样 去关爱别人 即使生活不顺 或者身处逆境 也不能心生怨恨 怨天尤人 毕竟 世上还是好人多 风雨之后 会有彩虹 乌云之煞 依然是清空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做人都不能丢失 感恩之心 美国总统 罗斯福 就是一个 常怀感恩之心的人 有一次 罗斯福家里失道 被偷去了许多东西 一位朋友 文讯后 忙写信安慰他 罗斯福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来信安慰我 我现在很好 感谢上帝 因为第一 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 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 第二 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 而不是全部 第三 最值得庆幸的是 做贼的是他 而不是我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世道绝对是不幸的事 而罗斯福 却找出了感恩的三条理由 这样的修养 值得学习 总结 养也包括了 谦卑 自律 自尊 自爱 得体等等 总之 一个有修养的人 真会如同三月的春风 接近时 总是无比舒适 有修养的人 本就不喜欢与人争辩什么 人的想法各有不同 我们不能站在自己的认知 与角度上 去否定他人的言论 咄咄逼人的态度 永远都不能令人心辙 从容不迫的举止 往往更令人心服口服 细节是骗不了人的 没有最内在的内容之称 再好看的皮囊 也不过是须有其表 良好的修养 从来都不是天生的 一个人 要想提高自己的修养 就必须努力做到 待人温和 遇事克制 必须朴素低调 知恩报恩 只有这样 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才能让自己更加心神自在 幸福快乐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让你懂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